难怪阎王给李氏民行跪拜了,你看他前世是谁,玉帝见了都得让着他,石王初在森罗宝殿,控被躬身迎亚太宗。 在不少的仙侠剧中,都会有天界、地界和人界这三界,而每一界都有着不同的生活规律和生存法则,一般的情况下,人界是最低等级的,也是最弱的,所以说,凡人在仙人面前大多数都会进行行礼和讨好。 然而,身为唐太宗的李氏民,虽然是凡人的身份,却能在死后让阎王给他行跪拜礼,甚至玉帝见了他还得礼让三分,而这一切,其实都与他前世的身份有关。 李氏民到底是谁?欢迎收看剧谈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在西游记的原著中,有一章讲的就是李氏民,李氏民身为当时的皇帝唐太宗,虽然是最高权力者,但他再怎么说也是一介凡人,在那些神仙面前肯定是说不上话的。 可没想到,就在李氏民去世之后,他来到殷曹帝府的时候,他并没有得到和其他凡夫俗子一样的对待,而是所有人在见到他的时候都纷纷进行了跪拜,甚至连十殿阎王都不敢正眼看李氏民,赶紧对折李氏民行了个大大的跪拜礼。 以迎接李氏民的到来,这一幕真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,这还没完,帝府的小司崔判官不仅对他行了跪拜礼,还二话不说就把生死不上李氏民的寿命延长了二十年,从原来的贞官一十三年,改成了贞官三十三年,改完之后,崔判官还亲自带领着李氏民走上了还魂的必经之路。 那么李氏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,他这样一个繁体之躯竟然能有如此高的待遇,到底是什么情况,就算是他生前为人间的帝王,但去了殷曹帝府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。 不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的,身为唐朝第二代皇帝的李氏民,原本只是一名尚书令,但随着他的军功越来越大,慢慢被提为了大将军,甚至获得了秦王的封号, 这个时候的李氏民已经为唐朝立下了不少的战功,所以野心是非常大的,他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符合自己的付出,所以就挤掉哥哥自己坐上了皇位。 李氏民的父亲李渊,当初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大儿子李建民,可李氏民这样一个高傲的人,又怎么会干于生活在别人的权利之下呢? 在兄弟反目之后,更高一筹的李氏民还是除掉了哥哥,而是自己坐上了皇位,不过李氏民的一生是坎坷的,虽然当上了当朝皇帝,却在五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,并来到了殷曹帝府, 而李氏民之所以能去到殷曹帝府,还是得从京和龙王和袁守成说起,袁守成是一位算命先生,他不仅能算人命,还能算天命,明天什么样的天气,河里那个位置能打到鱼,他都能算得一清二楚, 所以当地很多的渔民都会在打鱼之前,先到袁守成那里算算,每次袁守成也会把具体能打捞到鱼的位置告诉给他,而每一次都是准确无误的,可就是这个原因,导致京和里的鱼变得越来越少,每天都被不同的人打捞,看着自己的同伴越来越少, 京和龙王坐不住了,非得亲自去找他算账不可,在得知真相之后,京和龙王就化身成了人形,来到了袁守成的小滩前,想要和对方打个赌,从而让袁守成自愿离开,他先是让袁守成算一下第二天的天气, 然后就这样和对方打起了赌,听着袁守成说的头头是道,连几时几刻都算得明明白白的,可京和龙王一点也不担心, 毕竟他就是掌握下雨的那个,身为私欲大龙神的京和龙王,在没有天庭的特别安排下,其他任何时间的下雨时间都有他来定, 所以这一次,他是信心十足,势必要把袁守成弄走,而就在他开心之际,天庭有人来下旨了, 内容就是明天在长安城的下雨情况,需要京和龙王去执行,让京和龙王没想到的是,圣旨上的下雨情况, 竟然和袁守成先前说的丝毫不差,简直就是一模一样,这下子京和龙王犯难了,但他怎么可能服输呢, 便私自改了将雨,为的就是让袁守成认输,在这些都完成之后, 京和龙王大摇大摆的来到了袁守成这里,就是为了当众羞辱对方, 可到头来,被羞辱的竟是自己,其实对于京和龙王的身份和所作所为, 袁守成全部知道,而且还告诉了对方私自篡改圣旨的下场, 那就是上挂龙台,在袁守成的指导下,京和龙王托梦给了李世民, 希望李世民能在魏征那里为自己求求情, 也为天庭的斩监后就是魏征,而魏征还有一重身份, 就是李世民身边的宰相,可李世民虽然是皇帝, 但一介凡人的他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呢, 到最后,京和龙王还是被斩杀了,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京和龙王就产生了怨气, 虽然人走了,可怨气却始终散不去, 还每天晚上都去李世民的梦里捣乱,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,李世民最终心力交错, 离开了人世,也就有了去殷曹地府的经历, 同样,也让他经历了石王初在森罗宝殿, 控被公身营亚太宗, 李世民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, 据说,李世民不仅在掌管着石殿的阎王阎王面前, 会受到大礼, 甚至玉帝见了他也要请他三分, 其实李世民的前身是北极紫薇大帝, 紫薇大帝又是谁呢? 他可是掌管着整个自然界的天神, 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, 几乎已经能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了, 可见,这样的身份可不是上哪都得被人敬仰啊,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不是紫薇大帝了, 但他是紫薇大帝转世的事实, 却是改变不了的, 就算他已经忘记了所有事情, 也依然有很多人都在敬重他, 这也是为什么, 一位来自天界的神仙, 竟然能在他身边做一名小小的宰相,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, 而紫薇大帝选择来人间, 只能说, 李世民能拥有如此高的待遇, 还是多亏了他的前世是紫薇大帝, 连玉皇大帝都不敢招惹的紫薇大帝, 那些阴曹帝府的小仙门, 又怎么可能敢有不敬呢?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唐国公李渊的次子, 隋朝末年, 隋阳帝也为大兴土木, 远征高购里等, 耗尽了隋朝国力, 百姓苦不堪言, 纷纷起兵反弹, 李世民见大隋气数已尽之后, 也劝说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, 和天下群雄争夺隋朝江山, 李世民能争善战, 率领御迟靖德, 秦琼, 李继等名将, 连拜薛人高, 刘武周, 斗建德, 王世冲, 刘黑榻等割据势力, 帮助李渊夺起了天下, 并建立唐朝, 打唐天下主要是李世民打下的, 李世民和他手下的文臣武将觉得, 李世民应该做太子, 李渊称帝后, 按照敌长子继承制, 将长在李建成立位了太子, 李建成做了储君, 但是弟弟李世民手握重兵, 还功高盖主, 让他岂是难安, 他只能费尽心思的去打压李世民, 消除李世民对他的威胁, 李世民也非擅长, 李建成步步紧逼, 要除掉他的左膀右臂的时候, 李世民开始绝地反击, 房玄陵, 杜如慧等人, 为李世民策划了玄武门事变, 李世民入宫, 向李渊告发李建成和李渊吉, 与后宫嫔妃有染, 李渊气愤地赵两人入宫问询, 李建成, 李渊吉经过玄武门事, 遭遇李世民的伏击, 两人双双被杀, 随后, 李世民派心腹玉池靖德带刀去找李渊, 逼迫他交出了兵权, 玄武门事变后, 失去兵权的李渊成了傀儡皇帝, 为了以防万一, 他将皇位让给了李世民, 李世民继位后, 重用房玄陵, 杜如慧等能臣, 开创了贞观之志, 将大唐带向了盛事, 李世民对外族使恩威并逝, 不听话的, 他出兵攻打, 例如攻灭东突厥与薛颜驼, 征服高昌, 秋子和土玉魂, 重创高沟里, 听话的, 加以安抚, 和他们友好往来, 李世民被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汗, 李世民手下的丞相魏征,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 是天庭的曹官, 他替天庭负责兼斩触犯天条之人, 经和龙王行行当日, 李世民找到魏征和自己下棋, 只要魏征错过了行行时辰, 他就不能斩京和龙王了, 两人下棋时, 快到时辰了, 魏征假装睡觉, 然后元神出窍, 梦中斩了京和龙王, 京和龙王被斩后, 觉得李世民欺骗了他, 魂魄一直纠缠着李世民, 李世民总是被吓醒, 夜不能寝, 他安排秦琼, 御池宫为他守门, 但却无法赶走京和龙王, 他阴魂不散, 不断折磨着李世民, 李世民被京和龙王折磨得奄奄一息时, 观音菩萨赶来, 赶走了京和龙王的魂魄, 但他无力回天了, 临死前, 李世民将魏征叫来, 要安排深厚事实, 魏征对李世民说, 管保陛下长生, 他告诉李世民, 他父亲李渊手下的礼部侍郎崔爵, 和自己是八败之交的好友, 现在是掌管生死文部的封都判官, 他会帮助李世民还养的, 魏征还给崔爵写了一封信, 交给李世民, 让他随身带着, 不久后, 李世民就去世了, 李世民的魂魄刚脱离身体飘起来, 就被一股强大的外力吸走了, 李世民被地府的差役, 带到了地狱门口时, 崔爵已经提前在地府门口等他了, 崔爵看到李世民后, 急忙下跪给李世民行礼, 李世民将魏征的书信给了崔爵, 然后在崔爵的带领下, 进了地府, 李世民进入地狱后, 石殿阎王一起降临, 要给李世民行跪拜礼, 石殿阎王身份特殊, 李世民受受不起, 赶紧阻止了他们, 石殿阎王全程对李世民毕恭毕敬, 不敢怠慢, 阎罗王让人拿生死簿来查看, 崔判官看到李世民阳寿已尽, 又记起魏征的书信, 在生死簿上画了两笔, 给李世民加了二十年阳寿, 阎罗王知晓此事, 但李世民还有重任, 派人取经, 未完成, 只能让他还养, 阎寺里的路有去路, 无回路, 李世民不能原路返回, 也不能进入轮回道, 重新转世投胎回到人间, 这样李世民就无法复活了, 燕王只能安排崔判官带着李世民穿越地狱, 最后通过王死城, 回到人间, 在崔判官的指引下, 李世民来到了幽冥被阴山, 幽冥被阴山的鬼魂, 都是勇士部的超生的厉鬼, 荆棘匆匆藏鬼怪, 石牙林林引邪魔, 被阴山怪事林立, 荆棘匆生, 到处都是绝望, 惨叫, 邪魅, 恐怖的厉鬼, 十分阴森恐怖, 李世民每走一步, 都心惊胆寒, 宛如正经历着一场噩梦, 随后, 李世民来到了十八层地狱, 进入十八层地狱的鬼魂, 都是罪大恶极之人, 只打得皱眉苦面血淋淋, 叫地叫天无就应, 他们遭受着残忍的酷刑, 被火烧, 被油炸, 被鞭打等, 李世民的耳边, 接连不断地响起此起彼伏的鬼魂惨叫声, 在地狱中, 李世民遇到了自己的兄弟李建成, 李元吉, 他们曾被自己杀害在了玄武门, 看到他们后, 李世民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 最后, 李世民在崔判官的带领下, 来到了王死城, 王死城的鬼魂, 都是冤死之人, 他们拉出李世民, 要向李世民索命, 李世民吓得急忙向崔判官求救, 崔判官告诉李世民, 王死城的魂魄, 无人收管, 也没有盘缠上路, 被迫一直留在王死城, 无法超生, 崔判官让李世民给他们一些钱财, 好让他们继续赶路, 他们就会放过李世民, 在崔判官的担保下, 李世民向帝府借了一笔钱, 然后将钱分发给了王死城的冤魂, 崔判官告诉李世民, 他回到人间后, 需要举办一场水陆大会, 帮助王死城的冤魂超度, 通过王死城之后, 李世民顺利回到了人间,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, 请来僧人修建水陆大会, 准备为冤魂超度, 这时, 观音菩萨降临大唐, 他告诉李世民, 只有大乘佛法, 才能帮助王魂超生, 大乘佛法在西天, 需要派人去取, 观音菩萨帮助李世民, 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, 他就是唐僧, 唐僧的前世是如来佛的二弟子金蝉子, 他意志坚定, 是西天取经之人的不二人选, 西天距离东土大唐有万里之遥, 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, 观音菩萨, 给唐僧找了孙悟空, 诸八戒, 沙僧三个本领高强的徒弟, 为他保驾护航, 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 最终到达灵山大雷音寺, 取得真经, 回到大唐后, 唐僧主持了水陆大会, 帮助亡魂超度, 不过话又说回来, 所谓的天庭, 地府, 人家其实都是道教搞出来的一些东西, 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教派, 在造神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, 道教自从诞生开始, 就一直有着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, 不仅将世间的山川河流封为神迹, 连历史上的帝王将相, 也一律摆上了神坛的位置, 成为后世鼎礼膜拜的对象, 这就导致道教的造神过于泛滥, 虽然迎合了统治者的利益, 但无疑对世人的心智产生了消极的作用, 禁锢了世人思想, 也加深了愚昧的迷信活动, 就拿唐太宗李世民来说, 他能成为道教中所谓的北极紫卫大帝, 摆明了还是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原因, 但这位被奉若神明的帝王, 真的担当得起世人如此膜拜吗? 我们不否认,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, 军事方面颇有见数, 但作为凡人, 他也有着太多的为人不齿的另一面, 不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, 踏上兄弟们的鲜血登上了皇位, 就看看他对魏征的死后态度, 就知道李世民本人是一个多么孤名钓鱼之徒, 所以凡人就是凡人, 根据不具备成为大罗神仙的完美品行, 也为任何凡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, 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, 但凡被神化的族人, 几乎没有一个不会最终身败名裂, 黯然走下神坛, 对于一个国家, 一个民族来说, 民治的开启才是真正拥抱未来的第一步,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 一个神明众多的国家, 注定是没有未来的, 要记住, 历史从来都是由人民所创造, 而不是所谓的英雄人物, 走下好大的光阶, 我们看了一个灯状, 对于一样的神定是什么 season, 我们看了一个神定, 我们看了一个神定,